紐西蘭軍人身穿軍服跳起毛利人戰舞 哀悼瓷事的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不只她們世界各地都有民眾默哀表達對女王的不捨 除了民眾 各國政界也紛紛致哀 我幸運到她在幾個遇上 當我當政總統 當時我當政總統 跟她有很多話題 她是很興奮的 超級智慧的 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提及伊莉莎白二世 說自己跟她每一次見面都感覺是不可思議 而且相當重要的經驗 另外 蘇格蘭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 則說女王一直是國家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還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表示 英國女王離世是國際社會的嚴重損失 更感謝女王對日英關係的卓越貢獻 而日本的電視台也關注女王辭世的消息 另外巴西宣布哀悼三天 里約熱內盧的基督像點燈紀念 而美國的帝國大廈同樣亮起燈光 追到一代傳奇人物伊莉莎白二世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